农历七月民间习俗举办普渡 雪龙刺激志工自己落实环保 也趁着节日到社区宣导 我们应该做多一点钱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环保的意识很低 宣导不烧纸钱避免环境污染 志工也分享如何将环保生活化 鼓励更多人响应 可以存环嘛 我也是有做环保 我家里也是有存的 农历七月是吉祥月 自己志工推广正信信仰 邀约社区民众以礼拜地藏经 深入佛法破除迷信 我们是发现很多 贵仲他们也不明白什么是吉祥月 他们心中都是觉得这个是鬼节 我们会趁着这个机会来宣导 七月是吉祥月 也邀约他们来 我们三天的法位 七月不是鬼门关开 而是扇门开 只要有正念 透过不失行扇 不用真操换假钱 也可以平安度过 充满禁忌的月份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应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